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审讯日军战俘现场可以看到许多盟军军官长得会战士开罗会议召开后 盟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备受世界瞩目 国军军官审讯日军战俘 这个年轻的日本兵非常害怕 不过他面对了纪律严明的中央军如果落在共系部队手上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被击毙的日军 日军对外宣称只有四千人伤亡 这一数字显然严重 苏水 恒山永出百分之十八的参战部队失去战斗力 因此 估算日军损失 至少在一万人以上 被缴获的日本高耀奇 证明了这些部队在长得会战中损失惨重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